疫情巨坏了 大家也纷纷出门 不过台北车站的大厅呢 还是为时静坐 也让人现在回头来 请思公共空间的规划 其实这几年 全台湾有不少的公共建筑 都强调和民众的互动性 让建筑变成了服务人的空间 工情组 小心哦 可能连这个收费单都有人在拿 我们都加进头就直击到 这个男子在台北车站的周围 当时呢还是下雨天 就这样子一张一张的 撕掉了整排机车的找费单 如此一来呢 要是其实 没有看到单子 不知道要缴交停车费 就会变成必须要多付钱的 与其缴纳 他们除了开这样子 停车费的缴交单 还有秘密任务在 他们呢会掌握一份 欠税大户的车牌号码 等于说呢 开单的时候 如果查到之后 就要立刻回报 到时候行政执行署 会立刻动员 赶到了停车场来查扣车辆 光是台北分数一年之内 就讨回了三百多万 发生了车货意外 是这一辆印钞车 行进新北市板桥 却一次因为变换车道不小心 但后方一台车发生了擦撞 原本是该互抄 却发生车货 民众看了网络直播买海鲜 业者当时叫卖标榜说 是真的圆雪 但无片只要三百块 结果呢 民众买回家吃 一家人都拉肚子 还出现了排油状况 怀疑呢 业者拿的是 便宜的鱿鱼来混冲 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直播 卖海鲜呢 因为商机很大 不过进货的来源 当然也是重点 上游直播署透露 很多人从国外进口 滴下了海鲜 不然是收购极西匹 薄利多效之下 品质就参差不起 蛋黄是绿色的鸡蛋吗 印度有基农就发现 自家的母鸡 生出来的鸡蛋 颜色真的蛮诡异的 打出来蛋黄不是黄的 是绿色的 吃起来的口感呢 说和一般的鸡蛋 竟然一模一样 他就把照片放上了脸书 引起讨论 还有大学打算要做 进一步的研究 进入到了后防疫时代 持续来关心疫情的最新 美国纽约州州场古墨宣布 运动赛事解封 可以先以避免的方式 来进行复赛 贼呢 包含像NBA的 尼克汉来往 两支在纽约州的球队 将在明天重新开放 练习场馆 攻球员来自主训练 另外呢 则是台湾的消息 口罩贩卖禁令 将在六月就要解禁了 不再收到十四天买九片 不过呢 口罩大厂也说 目前已经收到了 来自国内外的订单 还有客户一次下订了 数十万盒的口罩 他们厂商的洽询电话 现在已经快要被打爆 而自从呢 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当局面对各国 说要情况调查 却始终是消极面对 引发了各国的抨击 不过呢 WHO却再度在记者会上 直接公开来称赞中国大陆 初步规划 每个人先付一千块 就可以换到三千块的振兴券 而且呢 没有牌付 也没有年龄上的限制 保管振兴券可以用在哪边呢 电商平台是不能使用的 但是呢 想要购物啊 旅行观光夜市 甚至呢 搭小黄 还有搭双铁都能使用 终于已经排版了 等同于现金 像可以搭车 还要买东西 不过呢 由于这个占星券 是不能找零的 让传统夜市的摊商老板 和店家 还是很担心 效果有限 宣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在记者会上 对于疫情造成了 美中对立加剧的问题 他也表态 认为病毒确实是 从中国大陆 扩散到全世界 潘伟博在IG 破出了和杨晨琳 蔡英琳他们的聚会照片 结果呢 这些天王天后同台 罕见了调出了 正一个账号 被眼前的网友看到 发现了是罗志祥 也跑来按赞 由于呢 派伟博邀请两大天后吃饭 粉丝也惊呼 这个照片根本是神仙组合 不过有网友留言说 不要理罗志祥了 原来呢 是2015年 派伟博举办演唱会的时候 就曾经po出和罗志祥 杨晨琳和蔡英琳的同框照 如今呢 小叔自己负面新闻缠身 昔日组合四缺一 有粉丝呢 先是开玩笑地说 他是拍照的那一个 才发现呢 罗志祥虽然没有出现 不过早就已经按赞了贴文 天团五月贴 每一年和香港歌迷 有五月之约 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他们仍然没有失约 也宣告 在这个月底 要改开线上演唱会 选秀节目 还要跟许多的艺人 一起同台来比才艺 所以呢 最近他露来的一集 就向老公哭诉来说 小腿因为练舞练到 通通是瘀青 而且呢 节目压力很大 体重一直掉 让一能进 他也直呼 好想退赛 这状况把时间交给淑莉 好的 相濡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啊